正确的蹲姿对健康有很多促进作用 一,减少久坐的伤害 久坐后做下蹲动作可以活动关节,放松肌肉,提高平衡能力 从而减少久坐对身体的伤害 二,治疗胃病 在南淮井的最后100天,一书中介绍了 起盖蹲,以帮助治疗胃病 如果能长期坚持,甚至有养生长寿之神奇功效 如果吃得过饱,这可是个最好的帮助快速消化的方式 三,有益心脏 人在下蹲的时候,有利于气血流畅 心肺血流量相对充沛 可缓解动脉硬化,降低血脂 还可减少关心病和脑中风的发病率 下蹲还能加大胸腔和肺的活动范围 从而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 四,减肥瘦身 下蹲运动还可以消耗脂肪 因此,它也是一项很好的减肥方式 特别是腰、臀部、腹部、腿部减肥 五,润滑关节 蹲姿通过下肢有规律的折叠 对关节周围组织是一种很好的伸展锻炼 对膝关节和髋关节尤其使用 六,促进气血运行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下肢和足部是人体的精细之根 气血之库 通过锻炼 我们的下肢越有劲 心脏就会越有劲 下肢血液循环好 才能推动肢体远端的血液回到心脏 使全身气血运行通畅 而不会淤质在下肢 下肢血脉通畅 经脉得到了乳氧 故有气形则血形 血形封自灭之说 七,预防和改善阳尾 预防男性阳尾 加强运动 特别是下半身的运动很重要 男性经常蹲 能使腰部肌肉力量得到加强 且不容易感到疲劳 男性的骨盆肌肉得到了锻炼 还可以增加整个骨盆 和男性生殖器官的血液供应量 改善男性性功能 八,锻炼下肢肌肉 有针对性的坐下蹲锻炼 可增强膝关节稳定性和下肢肌肉力量 进而促进速度、爆发力、耐力的提升 同时健美大腿和臀部 蹲姿不同 功效不同 虽说只是简单的蹲 但是也有好几种蹲姿 基础版静蹲 也就是乞丐蹲 防卫病 乞丐蹲是南淮井大师赞誉有加的一种蹲法 饭后蹲效果尤其好 他曾说 只要坚持 受用无穷 乞丐蹲简单来说就是 双手抱膝蹲下 屁股尽量后蹲 但不着地 腰、背、头尽量在一条直线上 吸气时闭嘴 呼气时略张嘴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 饭后找一堵墙 最好找一个舒适的软垫 但不可太软 第二步 站在墙前 屈膝下蹲 背要直 贴靠墙壁或靠在软垫之上 女士两脚并拢 屈膝下蹲 男士两脚微微分开 但不可两脚并拢 屈膝下蹲 这样不会夹紧当步 可以放松当步 男女之别 务必注意这个细节 第三步 双手截孔子手印 自然放在膝盖上 放松身心 第四步 头要中正 头顶百慧与慧音学成 一条直线 屁股离地 紧压小腿肚上 注意事项 每次蹲 约十五分钟 或者更长 眼神内敛 收射心神 专心下蹲 不可胡思乱想 更务边蹲 边与人交谈 或玩手机 蹲的过程中 如有打嗝 放屁 等肠胃蠕动的现象 正是乞丐蹲的 最好功效 浊气下降 自然放屁 千万不可忍屁不放 蹲的过程中 有脚麻现象 仍属正常 日久躬身 自然不慧 且增加脚力 熟同经脉 饭后蹲十五分钟后 再配合缓慢经形 甚何养生之道 此法治检 但功效卓著 跪在坚持 必有其功 靠乙蹲 保护膝关节 用自己的背部 腰底部 依靠乙背 臀部不要低于膝盖 下蹲后保持不动 练习时间可以逐渐延长 以二到四分钟为意 有保护膝关节的功效 脚尖蹲 护肾 两脚前脚掌着地 脚后跟抬离地面 双膝弯曲 大腿压着小腿 时间控制在三十秒到一分钟即可 脚尖端时 前脚掌内侧 足大拇指 起支撑作用 而足哨音肾经 足绝音肝经 和足太音脾经经过此处 刺激足三音 可温不慎扬 但音动作难度较大 半分钟就足够了 避免坚持过久 拉伤或抽筋 弓部蹲 练习者迈出左脚 右脚脚尖触地 呈脚尖蹲伏状态 两腿呈弓部 将身体重量落到两脚之间 每练习三十秒 调换一次左右脚 提醒 做任何下蹲动作 都要求寒胸收腹 保持上半身挺直 膝关节要对准脚尖 另外 保持任何一种姿势过久 都伤健康 蹲姿也一样 起身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地 以免头晕站不稳 下蹲锻炼时 既要讲究循序渐进 又要注意坚持不懈 这样锻炼者才能在繁忙之中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当然 无论采用哪种锻炼方式 都应该考虑频率和强度 以防过度 中老年人 心血管疾病患者 尤其应有所控制 比如 年轻人一分钟能坐三十次下蹲 老人坐八到十次即可 下蹲时 不要强求动作 一定要到位 量力而行 不能下蹲 该如何护腿 一 腿脚的保暖非常重要 简单的腿脚保暖护理 让你即使坐在家里 也能达到健身 延年益寿的目的 腿脚保暖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著名医师 孙思淼曾提出 足下保暖的思想 他认为 腿脚受凉 势必影响人的内脏 引起胃痛等疾病 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 暖脚暖全身 腿脚位于人体下部 离心脏较远 所以血液供应较少 所以血液循环比上半身差 而且脚背脂肪薄 保温性能差 所以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 如果你的腿和脚着凉 你的健康可能会受到影响 特别是老年人 弱者 病残者 异患 关节疾病 心血管疾病等 可见 足部保暖 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冬季 二 热敷是缓解身体疼痛的 保健方法之一 腿部疼痛时 用热毛巾 温水袋 直接浮在换处 首先 能使局部体表温度升高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然后使肌肉 肌腱和韧带等组织松弛 缓解肌肉